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讲一些比较轻松的 在70年前的时候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城楼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当时大陆共产党他们都没有那些相关的设备 所以他们开国大典的影片是苏联帮他们拍摄的 然后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影片 那个时候他们是派了两个专门的设置组 来台湾 来的不是台湾 到这个大陆去拍摄的 结果后来 他们说那个拷贝就烧掉了 烧了 就是不见了 所以我就烧坏了 就是没有了 就很可惜 所以他我们现在在这个看到的一些什么纪录片片段 那很都就是很少就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大陆的那个央 那个中央他们叫什么 中央制片也是类似像那种中央制片厂 他们曾经呢 在这个过去的时候 曾经很试图的 想要去跟这个苏联方面呢 调啊 拷贝啊 或者是复原呢 都没有 就没有办法 可是今年 可是今年呢 70周年 俄罗斯 把这份呢 开国大典的影片 把它作为礼物 送给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是这个过去的是一种托词 还是还是怎么样啊 就是那个是真的是烧掉了吗 还是说这发生些什么事情 总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礼物啊 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这个开国大典的这个影片呢 俄罗斯把它当作这个礼物呢 送给了这个中国大陆啊 好 那回到比较这个严肃的啊 两岸这个分裂分支这个70年啊 这70年来 对于两岸来说 都是经历过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啊 非常大的一个风云变化 就中国大陆来说 他从这个一穷二白啊 从这个经历过惨烈的这个文革啊 然后改革开放 到现在呢 它是全世界的啊 全球的第二大的经济体 就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在台湾啊 当初的时候呢 两岸分裂的时候呢 民主中国 红色中国 那那个时候 如果说不是靠着这个蒋介石 蒋经国这个父子啊 在台湾 捍卫这个台湾的安全 经历过这个823炮战啊 守住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话呢 呃 可能在前期的时候呢 呃 大陆方面呢 就以他们的 就有能力啊 以他们的这个能力呢 对于台湾呢 采取各种的这种进犯的这个行为啊 所以就两讲的 两讲父子来说 呃 真的是对于保卫这个台湾的安全 他们是做出了很大很具体的一个贡献啊 但在这个经济上面来讲 呃 两讲父子 特别是蒋经国 也为台湾呢 积累了非常雄厚的啊 雄厚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资产 然后到了这个 李登辉的后期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老祖宗 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财产呢 给资源呢 给消耗殆尽了 那其中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呢 当然就是在这个两岸政策和两岸关系上面啊 当这个大陆在这个崛起之后啊 呃 李登辉的借级用人政策 李登辉呢 他相信啊 那时候的中国这个中国崩溃论啊 虽使得呢 大陆 虽使得台湾呢 没有办法啊 去搭上这个大陆 在整个起飞的这个过程之中 去享受 去享有啊 去创造 那个也让台湾的这个企业转型啊 产业转型的这个机会 你失去了这个连结的这个机会 那就使得在 为后来的 整个的台湾被边缘化啊 在区域经营组织 没有办法进入 产业转型 事情困难的时候呢 台湾早就已经不是 亚洲四小龙了啊 那我们现在 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崛起 当然 他现在也面对 呃 过去前所未有的一个困难的一个局面 因为当大陆崛起的时候呢 美国呢 就是要打击这个 中国大陆把这个起来的这个 呃 老二要把他给打下去啊 那所以现在的中美的较劲 是在一个巅峰 在一个巅峰的起 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期 大陆方面呢 他现在面对外在的这个形势呢 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有美国啊 有这个欧洲 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呢 都在都在等着啊 看大陆方面 呃 他如何的去应对香港的局势 台湾的局势 西藏的情势啊 新疆的这个情势 他如何面对中美贸易大战 对于他本身啊 中国大陆本身 经济上面所造成的各种的 对外发展的这个压力啊 但是回到他 回到两岸关系的这个原点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在今天 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过他们这个七十周年国庆 建国七十年国庆的时候 我们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两岸分裂分治到今年是七十年啊 当两岸隔绝了这么久的时候 台湾和中国大陆 他在很多的情感上面 在历史的认知上面 再加上就是呃 民营党上台之后的 一直一直不断的去操作这个 去中国化的教育各方面的这个历程 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就是说呃 在台湾的这些新生代啊 呃 年轻人这一代 其实讲年轻人也大概都已经到四十岁以下 大概都是这样子了 他在认知上面 三十五岁以下 在认知上面 他越来越觉得呃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就是属于一个事实的一边一国啊 就他其实就是这样子一边一国的一个存在 他并不是要去走一个天然独的一个路线 不是说要去用台湾独立 不是 而是的确就是呃 中华中华民国在台湾 在台湾他已经七十年了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他建国这个七十年啊 这个是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的 一个最大的最根结的一个矛盾 跟认知的一个问题啊 呃 就国民党的立场来讲 当然这个中华民国今年 是1912年成立的那个中华民国 所以可是呢 到现实上的选举操作的时候 你如何的让更多的选民 能够意识到说 在明年的这个选战的抉择上面 我们并不是要去选择一个 永远不敢正面的去承认 就正面的承认 我就是中华民国 我就是中华民国总统 我今天沉寂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 是从1912年成立的这个历史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蔡英文一直不敢承认这件事情啊 而他现在操作的是一个割裂式的啊 一个他也不敢明说的特殊两国论的 这样子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一个状态 他现在打的就是一个很虚幻的 我们要抗拒抗拒这个中国 抗拒抗中这样子保台的这个路线 这个是虚幻的 而我们要去选择的在明年的时候 是一个如何的稳定的站在是一个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立场上面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个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个架构上 真正能够去维持两岸和平 或把两岸的关系拉回到正轨的这样一个政党 对于两岸关系的前途 对我们的未来的命运的抉择的时候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抉择点 我们很我们是忧心的而且我们也很想知道 就说在中国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他的70周年的时候 明年的这个时候两岸关系又会是如何呢 这就牵涉到明年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决定